今天天气终于放晴了 是一个干活的好天气 大家都开始忙碌了起来 贴磁砖的贴磁砖 鸟也出来捕食了 看到一只鸟 一直悬情在那里 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种 随时等待着抓捕猎物 当然我也没有闲着 一大早来到叔叔这里和他一起铺门前的这个路 爷爷居然也想过来帮忙 但是被我们极力劝阻了 这种活跤狗我们年轻人就可以了 这种天气感觉干活最合适 坐着坐着身体就暖了 经过我和叔叔一个上午的努力 终于把门前的这个路也铺好了 之前门前是黄泥 现在变成了整洁的路面 真的有种的欣慰 弄好了之后我就回去了 回去的路上看见人家卖玉米 非常的便宜 十块钱八个 什么必讲 这些人在心我 从此孤独火 像南华已凋落 怎看才斟酌 可怜两长无多 心似无人说 你长痴散 回头望 千言无意乡 问君情 似有几场 难把风 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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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自孤独火 江南花已凋落 曾堪才斟酌 可怜两尘无多 青丝无人说 人间一场烟火 你曾深开过 可几人在心窝 从此孤独火 江南花已凋落 曾堪才斟酌 可怜两尘无多 青丝无人说 可怜两尘无多 青丝无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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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